影片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以按下訂閱鍵 以免錯過最新的遊戲資訊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Joe的頻道 今天繼續玩回SD Gundam 激鬥同盟 話說9月21日有個免費更新 這次影片帶大家看一看 這個免費更新有什麼注意事項 那我們馬上退片 第一樣介紹的就是等級上限提升 不論駕駛員、機體和遼機 開放了上限100LV 開放了100LV有什麼分別 先介紹機體這部份 如果機體要突破到第五階的話 是需要挑戰新的EX關卡 來獲取第五階突破上限材料 機體由90LV升到100LV 總共需要4000萬 大家又可以努力刷一些EX關卡 和賣賣現時擁有的零件 提提大家 今次更新官方也派了資金券 大家賣零件時也可以賣材料 除了機體等級開放至100LV外 角色等級開放至100LV 多了兩個新技能 第一個新技能 行運射擊 使用副武裝時有一定機率 不會消耗彈數 目前射擊機極度建議大家可以裝備這個新技能 100LV技能 經驗乃是金錢 可以將玩家獲得的駕駛員經驗值50% 變成遊戲資金 一開始大家不夠錢的話 可以裝備這個技能 隨著升了第一部100LV射擊機之後 就不需要再裝備這個技能 因為之後新的DLC關卡 也會有不同的拆錢方法 到時再介紹給大家 最後就是遼機等級開放至100LV 純粹是能力值會有所提升 然後介紹一下新關卡 今次免費更新 多了EX關卡04、05、06 不需要購買DLC 都可以挑戰到這3個新關卡 頭兩個關卡都是隨機挑戰一些MS 到最後一關就是挑戰4部MA 挑戰完新關卡可以獲得Ranking10的零件 沒有買到DLC的玩家 現在就可以多一個選擇 去刷一刷EX關卡任務06 如果有買到DLC的玩家 建議都是一直刷EX關卡的極意 因為極意關卡 新字護號的零件 都是目前來說最實用的零件 就算EX關卡06 推出了一些10LV的零件 但是用途性 都不及極意新字護號那麼實用 最後提及付費DLC第二彈的月光騎士 分別有4個新關卡 將會在2022年9月29日開放 而全新的極3和極4關卡 需要挑戰前置兩個關卡拉克羅亞的勇士 以及月之禍神才會開放新的關卡 大家一起期待著9月29日第二彈新DLC的降臨 喜歡的可以按個Like 還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訂閱鍵 以及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們知道 那我們DLC上再見 拜拜